做烧烤里的有自己的特色 这个酸辣小李姐绝对酸辣是爆款菜品 肉质鲜嫩爽滑 酸辣的口感瞬间打开里的味蕾 吃了就让你忘不了 今天脑里三四八秒教会的 学会的在家也能做出烧烤店的味道 首先新鲜的猪外籍肉清洗干净 顶刀切成片 这个片被切太大了稍微薄一点 切好的外籍放入碗中 放入葱姜洋葱丝 加入半个蛋清水在里面 100克的肉放入6克的排骨酱 5克的蚝油 味精鸡粉白糖各加入3克 烧个小料加入6克 生粉加入10克 用双手轻轻的拍打 使其蛋清和调料被这个肉完全吸收 接下来把葱姜洋葱丝挑出来 绿的小米辣加入20克 红的加入15克在里面 泡椒小米辣加入10克在里面 用手抓拌均匀的 使其每一片肉片上都均匀的沾上一层辣椒 用竹签子把它穿起来 穿好之后像这样就可以了 上炉之后先脸面均匀的碰上一层烧烤油 千万别用油刷刷 用油刷刷油容易把这个辣椒刷掉了 营养器整个的口感 烤至9成熟的时候均匀的喷点醋在上面 达到小米辣酸辣的口感 就在小串里吃去吧 小二老毙了 想学烧烤别乱跑 关注老李就对了